24日上午吉安乡公所攜手国际狮子会 300F区的花莲县莲花狮子会 在甘城初音役 生态公园莲花池畔举行了任养街牌仪式 乡长游淑珍特别感谢师友们的共襄盛举 为公部门还有社团开启共购合作服务 同时也为社区公园推展幸福有感的亲子休闲乐活环境 24日上午吉安乡公所攜手国际狮子会 300F区华莲县莲花狮子会 在甘城初音役生态公园莲花池畔举行任养街牌仪式 这次不仅结合3月份的直书月活动 也成为莲花狮子会创会第33届以来 首次任养公共设施的创举 那这一次也是刚好我们的乡长 刘淑珍乡长也是我们莲花的师姐的师友 然后他邀请我们来做这个部分的任养 那可以由社团跟那个地方来结合 然后做更大的那个就是推广的效益 这也符合我们国际师职会 五大职业里面的环境保护 社区服务工作 任养这个联华子 就是社区环境保护举案 还有节能典散的活动 让保护地球 让这个碳排放量越来越少 乡长游淑珍也感谢莲花师子会的任养 寄住在地社区公园 适性温馨美好的生活环境 莲花师子会任养莲花池 让我们幸福快乐每一天 谢谢我们美丽的莲花师姐们 带来我们地方共够 社区推展的这样的一个温馨跟幸福 我相信吉安相公所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祝福 也获得了这样的一个任养活动 未来的莲花会在我们的初音艺生态公园 陪着我们的乡亲来温暖每一天 我相信这份幸福的力量 我们一定会善尽地方 管养跟推展的责任 让我们的乡亲能够更多才的一个 生态旅游休闲共够的一个好地方 游淑珍表示 初音艺生态公园不仅与具有百年历史的车站相邻 也称获交通部观光局经典三层小镇殊荣 相信后续在甘城社区协力的管养照顾之下 到了夏日莲花盛开时节 必将成为吸引全国游客前来旅游 与在地乡亲老游共赏的生态休闲公园 记者 许立琴 吉安相报导